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甚至有很多基督徒都难以能够游合得到现在的尔巴冲突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但是现在尔巴的冲突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它是有点像旧约的 为什么呢?旧约神也是这样的 要以色列人去赶尽杀或者赶离开这些迦南人 以至到他能够承受神给他所应许之地 今天以色列人所做的也有点像是这样 要清空巴斯坦人 令他们完完全全得着神所给他应许之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今天的道德来说其实是很难能够接受得到的 这是种族灭绝的罪行 是不是? 那怎么游合呢? 神是不是这么无情 这么冷酷 这么残忍的呢? 在前晚有一个姐妹她在香港木会 她有一个传道人 她问我如何看这件事情 我就跟她分享了 今天也藉着这条片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是 如果我们从旧约那里看 今天以色列人所做的 似乎跟旧约好像差不多 那是不是她做得不对? 那如果他们不对 那旧约又对不对? 旧约的神这样要求他们 就好像是有些不对的 种族灭绝了 最重要的就是 你挑选了以色列人 那其他外邦人是什么呢? 难道是一堆东西? 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够接受得到 又或者我们应该暂且放下 放下神的选民这件事情 我们去远古 去远古 去远古阿伯拉罕的年代 大家知道阿伯拉罕的年代是什么? 再远古就不说了 我们说回以色列的祖宗 阿伯拉罕的年代 他自己不是以色列人 是吧? 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件事情? 因为以色列是下国 之后改名成为以色列 然后之后他所生出来的 才是以色列族 阿伯拉罕那时候是什么人? 加勒底的吾尔的人 他在那里 米索不得米亚那边的人 然后神就呼召了他出来 他居然在那里拜习偶像的那些民族 居然有一个人相信耶和华 而且跟从他 去神所指示他他不知道的地方 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然后我们也在《创世纪》那里 看见神如何 藉着很多艰难的环境 来训练到阿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 所以我们首先先不要说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其他人在神面前一民不值 这个观念才要摆下 在阿伯拉罕的同期 还有谁?很出名的 麦基世德 那个是撒冷王 什么撒冷王? 当时加勒底 都有一些民族 而当时加勒底的民族 有一些都是认识神 好了 这个撒冷王麦基世德是敬畏神 阿伯拉罕 他会从他自己得出的十分之一 纳去捧上去给麦基世德 之后我们也看到 就算阿伯拉罕所途经 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都会起码知道 你相信不相信 或者他读一个真神是另一件事 比如阿比米勒 法老 我所说的法老是阿伯拉罕同期的时候 的法老都知道耶和华的存在 所以他们都会惧怕他的 当神向他保梦 各样的时候 他都会因为这样而有所反应 其实 神不是说那些人完全不认识他 不是的 但问题就是那些人听了之后 知道他之后 他们存在什么的态度 也有点像今天 福音很多人都听到 但听到的一百个人之中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领回 去到以色列 这个民族 在埃及地 生养众多 埃及王 或者埃及整个国家 去奴役这班以色列民的年代 因为 当摩西要奉耶和的话 来呼召出他的百姓 然后当然法老 大家都知道 他不肯让他出去 对不对 接着就要降很多灾 所以 神就跟法老说 在《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 其实我叫你传立 是不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为什么传遍天下 就是希望天下的人都知道 耶和话是真实 可能当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生存一个敬畏的心 包括法老的神仆之中 九章二十节都说 因为当摩西预言到 说到 未来会有冰雹灾的时候 在九章二十二十一节 法老的神仆中 居怕耶和话这话的 便叫他的牢博和生畜 跑尽加来 但那不把耶和话 这话放在心上的 就将他的牢博和生畜 留在田里 都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反应 如果听到耶和话的话 知害怕 他就会避免灾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很多人传福音 一百个人听到福音 但有几多人愿意听 起码是懂得知道 深存敬畏的心 这样 你就会免去将来的灾 所以你说当时 神向着 无论是否以色列文 又或者代入今日来说 是否向着信的 或者未信者 去传说一个 福音也好 过音也好 究竟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话 而当我们不看待 当是没有事 当他是乱说 当是没有的 不真实的 我们难免要承受这些灾祸 好了 再说就是 你说 用不需要 剷尽灭绝 赶尽杀绝 到后期神的选民 首先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 已经证明了 神是拣选了所有的人 祂的名声 祂的福音 祂的和音 是要传遍天下 是希望有人能够生存敬畏的心 去到以色列文 被老了 去到一个波斯帝国的年代 神都可以得着波斯帝国的王 在历代之下 三十六章二十三节 波斯王 塞老师如此说 耶和华 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羽 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 他的神 与他同在 居然是一个不信主的帝国 他得着一个这样的王 然后令到这个王 他认为神是天上的神 有祝福他在犹大 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羽 就算后来已经有选民这件事 或者说得着以色列文 是为他的选民之后 甚至乎管载 奴役了他们的民族的国家 神都可以得着他的王 正如耶和华所书一章四字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 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其实 在开始的时候 神就已经拣选了 但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去看待 那你说 他不用不用去到那么绝 就好像一个人生疾病 医生要对那个疾病的细胞进行灭绝 赶尽杀绝的行动 我们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残忍 很残酷的一个动作 一个行为 就是因为他是整体看的 我们也是整体看的 我们不是从那个细胞去看的 如果你要从那个癌细胞的角度去看出来 你就会觉得 哇 那个医生是很残酷的 要赶尽杀绝的 但如果你从整体的人类来看 原来神是在做什么 正如我们之前读到弹尔尼书 九章二十四节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随正罪恶 熟尽罪业 引尽永逸 到将来 这个世界 有一个终结 有一个大审判 藉着一个灾 两个灾 来到进行审判 都要带出这一件事 止住罪过 随正罪恶 熟尽罪业 到有一天 有一个白色大审判 按着每一个人的行为 来到去审判 之后又在新天新地 就是人尽永逸 带进神和人 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人与人之间更加 能够有一个和谐的环境生活 当医生 要进行一个大的手术 进行这个癌症 切割手术 他是希望这个人 能够日后有一个健康 快乐的生活 没错 在那个癌症的角度 回看出去 医生你是残酷的 你是无情的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 他希望整体能够健康 今天犹太人 你说他好像在做一些旧约 做的事情 他对还是不对 在今天来说 是一个种族灭绝的罪行 不过我要说 我不是认同他今天的做法 但是以色列人似乎进入不了神整体的计划 神整体的计划 神整体的计划是要救赎 他不愿一人沉淪 记得后书三章九字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担然 其实不是担然 乃是欢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淪 乃愿人人都悔改 主今天未回来 未进行一个最终的大审判 结束这个世界 是因为希望欢容我们 他不是担然 他是欢容我们 因为在他的眼里 还有人未信主 他希望尽量能够多些人悔改 可能那个主所欢容的 在驾楼前面的人 甚至乎我自己 可能我已经信了主 或者有很多基督徒信了主 但是可能我们仍然 按住我们的旧有的观念 仍然我们走色才气 有些基督徒都真的是这样的 又存着一些的贪心 奸责等等的恶念来生存 神在欢容着我们 所以这一节的经节说 神说不是担然 他是欢容我们 这里也说到 他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未能够进入到新药 或者未能够进入到 旧约神的正义 他是希望人能够 爱人如己 他希望人能够 爱神、爱人 当以色列民仍然停留在旧约 他有他们的观念 他也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他们自然所行的 仍然是维持在旧约 然后我们今天 也不要以为在旧约 神是这样的 新约是这样的 完全好像变了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之前有一科旧约的概念 很多时候我做的功课 都是与坊间很多的说法 或者理解 都有若干的不同 基督徒今天 读到旧约和新约 很多时候就会说 什么 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是不是 旧约颁布很多的律法规条 你不可以做这样 不可以做那样 你应该做这样 应该做那样 我过一科的时候 我写论文 最后 简单来说 我就写出 就是说 旧约 神是要向我们 去 说 什么叫做爱 新约是展示 这个爱的实体 其实他没有变过 由始至终也是一样 但是他不说 到爱的实体出现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什么是爱 那一科 感谢主 我们的神学院 我的老师 比较宽宏 所以能够接受 不同的人的论点 虽然他按我看的参考书 好几本都是讲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论点 但是我自己有 我自己的论点 所以我就 不过我当然 又引经据点 也有引不同的人的说法 再将那个论点 再混合在一起 再处合 我老师 是接纳我所说的 给九十几分 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 神是改变了 旧约是严肃的 新约是180度 转到慈爱 主耶稣说 耶稣基督 昨日 今天直到永远 是不改变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读圣经 就是读到主 好像改变了 这个神好像改变了 但其实他由此始终没有改变 以色列文 就是不能够进入到 那个正义 他还停留在旧约 以为 就好像在行为上 我们要赶尽杀 把巴勒斯坦人 等等 他们也忽略了一件事 在旦二利书 我们之前不是读过的吗? 那七十个七 是要指住罪过 随正罪恶 熟尽罪业 引进永逸的 但是 在圣经里面 另外有一个七十个七 都带进或多或少 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指住罪过 随正罪恶 熟尽罪业 就是哪里呢? 就是马太福音 十八章 大家记得 有一个比喻 一百只羊 有九十九 是吧? 为了那一只 那个牧羊人 都会到处找的 这个就好像 我们刚才读《以课所书》所说的 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然后再下来是说什么? 十八章第十四节 你们的天父 都是这样的 不愿意小子里面 失丧一个 然后他就说了 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至二十二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找一两个人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识 句句都可以认准 其实这个原则 当然一直在讲教会 但是这个原则 都可以摆在现在的耳朵冲突 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得罪了你 当然旧约他们 就有一个奉行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但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都是停留在你自慰 正如今天的法律 当有人伤害你为你家人 你为了自慰 你某程度上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当你使用过多的暴力的时候 你上到法庭 你都很难说你是自慰的了 你甚至已经开始踏入有罪了 当然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去到第十八章的第二十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罪会 在那里我就有在他们中间 就是说他们要祷告 说到他们当两三个人作见证 如果那人真的有罪的 他们要祷告 找绑的释放的等等 十八章有一节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遥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二巴冲突 是吧 我的兄弟得罪我 那我应该怎样遥恕他 遥恕他七次够不够 是吧 整天都得罪我 整天都在侵犯我 那是怎样 原来另外有一个七十个七 是能够止住罪过 随正罪业 就是耶稣说 我弟弟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另外有一个七十个七 就是一个完全的射棉 完全的遥恕 但当然了 靠着人很难 唯有靠着主耶稣 靠着这个神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做得到 当我们靠着神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或多或少 就能够做到什么 止住罪过 随正罪恶 熟尽罪业 人尽永逸 这个罪过 罪恶 罪业 不单止是对方 你也能够止住自己 如果每一个人都从自我去争取 甚至我曾经说过 有时候我们的争取 是增增下 是变得多了要求平等 你不是要求平等 你不是要求你当有 你是要求超过你所有 不要忘记 在旧约的时期 神都会得着 阿伯拉罕这个族群以外的人 这个族群以外 神都在得着 都在呼召 都在不同的时期 都有些人会敬为神 今天 如果以色列人 能够摸得着 第二个 在新约出现的 这个七十个七 这个瑶树的七十个七 我相信 是有另一番的敬着 不过当然 如果他要进入得到 另外一个七十个七 我相信他们 都已经能够接受到新约 我相信他们 已经能够接受到主耶稣 认识这个真实的救恩 在这里 我们简单 有少讨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求你也得着我们的 镜头前面 包括小子 你今天的慈恶 你并不是慈恶 而是宽容我们 你宽容着我们每一个 你仍然在等候着我们 来信靠你 去真正的认识跟从你 神呀求你 为着中东 为着尾巴的冲突 神呀求你 有一天 你能够转 有一天 你能够得着以色列文 让他们去明白 原来一直以来 你是没有改变过 原来一直以来 你不是要他们 在行为上面 去遵守你的话 而是从心底里 去相信 接受 正如你的话 而你要他们 尽心尽胜 尽意尽力 去爱主他们的神 并且爱人如己 也都让他们 能够重回 想回 这个福 是你赐给阿伯拉罕 是要叫万国 都要因为他的后裔 而突伏 神呀求你得着 我们不要惊悠前变 包括小子 也都得着以色列文 这个你所拣选的民族 让他们真是有一天 回到你的救赎里面 我们简单的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信仰分享篇到这里了 下一个信仰分享篇见 拜拜 是我给你和平之志 我寻思愿 我们便便梦思愿 在信余是我门便幼奏 在信余是我门便幼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